大家好,青椒炒鸡蛋好多人都做错了 大厨教你几个小技巧 让你在家也能轻松做出五行级水准的青椒炒鸡蛋 好看又好吃,非常的下饭 首先把青椒的青椒地去掉 然后把青椒切成细丝 青椒丝不要切的太粗也不要切的太细 切的太粗或者太细都会影响口感 切好之后我们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个大蒜 把大蒜用刀拍一下 然后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个碗,往里面打入五个鸡蛋 打好之后先不要搅散 首先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少许的白醋去腥 然后用你的右手把鸡蛋搅散 搅散之后备用 接着锅里不要加油 直接下入青椒丝 将青椒丝炒干水汽炒出辣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这样炒出来的辣椒爽脆清香 闻到辣味之后把青椒丝出锅备用 起锅烧油油热之后倒入刚打好的鸡蛋 鸡蛋液稍微凝固后 将鸡蛋炒散 然后将鸡蛋炒香炒香 炒香后产出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入蒜末炒香 蒜末炒香之后倒入青椒丝 然后翻炒几下 加入适量的鸡精 再加入一勺生抽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调料化开 然后倒入鸡蛋 大火翻炒几下炒熟即可出锅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清脆爽口 开胃下饭又解馋 招待客人也非常有面子 好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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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